啊 这件事 怎么这么大一块疤啊 我被这么丑的女儿 跟我的孙女生了 沈先生 您看来省气这个孩子太丑 不要这个孩子了 这不长这么丑啊 这以后肯定是嫁不出去 我现在 掐死算了 干什么 干什么 孩子给我吧 可怜的孩子 我把他抱回乡下去要吧 去去去去去 喂 搞个女的过来 夜色被夏凉 我现在水里泡着呢 快点 好啊 我说怎么到处都找不到你啊 原来跑这儿跳蓝来了是吧 别以为你是什么沈家的大小姐 我就不敢教训你了啊 走 原来她是沈家大小姐 这条丝巾肯定是哪个女人的 容后 总裁 什么吩咐 背后了 明天陪我去水里家提亲 什么 蓝宫少爷 要到我们家来提亲 好好好 我马上让我女儿 好好打扮一下 夏夏 你什么时候认识蓝宫少爷啊 他等会儿啊 要到我们家来 给你提亲的 这可是我们家的 天大的龙亚啊 蓝宫少爷 像他那样的大人物 我怎么可能认识啊 怎么 你不认识蓝宫少爷 这莫非 是跟你姐提亲的 那不可能啊 你姐长了那么少 蓝宫少爷 神不能看上他了 沈小秋了个丑八怪 狗尖的都嫌弃 要不是你妈当了那心思说 我早就把她给掐死了 看就是我们沈家的污点 佳佳 赶紧去打扮打扮 蓝宫少爷肯定是来找你提亲的 快走 快去 我脸上的胎气怎么消失了 难道是因为昨天晚上的那个男人吗 可是我已经习惯了有胎气的生活 沈小秋 你赶紧给我滚回房间去 不要出来吓人 不然惊扰了贵客 你整个沈家都完了 什么贵客呀 南宫家族的南宫少爷 今天啊 南宫少爷是来跟你妹妹提亲的 要是他发现我们家 还有你这么丑的女儿肯定会觉得丢脸 我跟你爸商量过了 等你妹妹的婚事定了之后 就把你送出国 小秋 我每个月会给你打生活费 他出国以后 你就别回来了 爸 妈 我不出国 如果你们嫌弃我的话 我可以走 我们不是在跟你商量 我们只是通知你 别怪我们心狠手辣 把你养到这么大 已经够仁慈的 妈 如果你嫌弃我的话 我可以回乡下找奶奶的 你奶奶那个老糊涂 非要把你送回来 怎么可能再让你回乡下呀 反正这个事就这么定了 保镖 把大条线返回房间 没有我的允许 别让他出来 妈 我不出国 你放开我 妈 沈总 南宫少爷来了 南宫少爷 听说您是来提亲的 对 哪位是沈家大小姐 哦 我们沈家就一位大小姐 就是我女儿沈孟佳 是啊 我跟我老婆 只有家下一个女儿啊 沈小姐 实在抱歉 昨晚我被人下药了 所以才做出那些乐举的行为 不过我一定会对你们责到 我愿意百亿拼礼赢去你 天啊 南宫少爷昨晚和一个女人睡了 却误会那个女人是我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嫁给我 哎 愿意愿意 我女儿当然愿意了 能嫁给南宫少爷啊 可是我女儿八辈子秀来的福气呢 沈小姐 我想听你的回答 南宫少爷 我 放开我 什么声音 有声音吗 我好像没有听到呀 佳佳 你有听到有什么声音吗 妈 我什么都没听见 我都没听到啊 没有声音 可我明明听到了女人的尖叫声 总裁 我刚刚好像也听见了 我知道了 哎 南宫少爷你看 你刚才的声音啊 可能就是我家猫咪的叫声 哎 你在家 要分割了你舌头 南宫少爷 你真的愿意娶我吗 沈小姐 我确定 昨天晚上你给了我 从未有过的感觉 我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怎么办啊 我好想嫁给她 可她要是发现我不是昨晚的女人 会不会杀人吗 哎 你看我女儿都激动的说不说话了 她肯定是高兴坏了 那 今天呢 我就把女儿啊 好好地交给你了啊 沈小姐 这条丝巾 哎呀 这条丝巾 哇一看就特别名贵 这肯定是哪个奢侈品牌 给南宫家族特意定制的吧 怎么回事 他们竟然不认识这条丝巾 小秋也是你的女儿 她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 你就给她安排一份工作呗 那总不能 让她一辈子跟我待在乡下呀 那既然你这么说呢 南宫少爷 这条丝巾是我的 谢谢你拿来还我啊 没想到南宫夜要找的女人 竟然是沈小秋 好才被我及时发现了 沈小秋你天生见命 根本没有资格嫁入豪门 我要找的人 果然是你 哎呀太好了 南宫少爷 我家女儿 嫁给您之后呀 我们沈家也是跟着占光啊 以后谁敢对沈家不敬 就是与我南宫夜为敌 南宫少爷 你先坐一会儿吧 我去给您拿点新鲜的水果 哎嘉嘉 这么粗综的活儿 怎么能让你去做呢 让妈去啊 好先去啦 我跟你一起去 哎好嘞 南宫少爷 来 请坐 总裁 二楼刚刚举六十年 说说说 二楼根本没有人 你已经听错了 南宫少爷 你别跑 南宫少爷 我真的没有人 你别上去好不好 南宫少爷 这是我亲自为您切的果盘 您要不要尝尝啊 南宫少爷 您看我女儿为了跟您切果盘 手指头都切伤了 沈小姐 既然你没做过粗活儿 以后就不要走了 不然你受伤了 我会心疼她 沈总 大小姐跳楼了 沈川 你不是说你只有一个女儿吗 跳楼的大小姐是谁 什么事 arriv Alt Kot DOWNLOAD REAL SHORT